大家今天我们挑战一下如何看牌背看出观众手上的手牌 比如说发张牌给你对不对 然后我瞄向你的牌背 OK我就知道你手上是什么牌 听起来是不是很厉害 这样子不相信的朋友 我们来挑战一下 然后等会来讲解 首先我这边准备了一副普通的牌 来看一下普通的扑克牌没问题 OK先给你看一下 每一张牌是不是都是不一样的 每一张牌都不一样 好收起来 收起来之后呢 这样子我们直接把这个牌分成三份 来一份两份三份 OK分好三份 我们就拆上面三张是什么牌 来先来挑战一下 看能不能够成功 这一张 我们要讲 OK黑桃酒 没有出错也别告诉 一定是黑桃酒 一确是黑桃酒 这一张方块 方块圈 看什么方块圈 一确是方块圈 黑桃酒方块圈 对不对 那这一张是鬼牌 一定是鬼牌 大鬼哈 的确是鬼牌 来 黑桃酒方块圈 鬼牌 来看一下 是不是黑桃酒方块圈 鬼牌 来看一下 是不是黑桃酒方块圈 鬼牌 为什么我可以准确的看牌 被看到什么 想不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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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好的 为什么把牌一点两点三点 好 然后我可以猜出上面 这个牌是什么牌 就是我看一下牌背 其实这是一个小魔术 我完全不可能说看牌背 然后看着别人手上是什么牌 完全不可能 但是魔术 你就要这么说 我就是看牌背看出来的 观众就会觉得你确实很厉害 好 魔术就是靠忽悠 好 这样子 其实我为什么能够猜出来 其实我一开始就知道顶上是什么牌 顶上是方块钩 我一开始偷偷的看一下 看了是方块钩 然后放回去 当然要偷神不知鬼不觉的看 然后就猜这个是方块钩 然后它当然不是方块钩 是黑老五 然后就猜这一张是黑老五 然后这个也不是黑老五 然后就再猜这个是这一张 就这样子猜 然后就能够把三张猜 就这么简单 你来猜呀 你来猜 好 等一会儿你来猜 希望的观众 我只要带你们帮助